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中文转成英文 所谓输到用时方很少 等到你要用的时候 你才可以检验你过去学的到底有没有用 那么假如我就照本宣科 反正我有次我背了很多字 这字我都会 我就把它一个个把它讲出来 我们就说了 手机 手机叫做smartphone 现在都是智慧型手机了 手机不需要 no need 看 watch 就 just 不看 no watch 伤害眼睛 heard eye 各位再听听看啊 smartphone no need watch just no watch heard eye 这个英文真的是 很有意思 人家听得懂哦 但是实在是觉得你的英文实在是太奇怪了 好像没有受过教育 那么什么叫受过教育呢 那不就是各位在学校学的文法语法吗 那我们的文法语法好像在这里又用不出来 所以六个符号123加4的文法就帮助大家比较正确的像受过教育的人一样来说出这个英文 这个123加4就是英美人士的想法 所以我们先把中文转成他的想法来说出来首先要有主持动词这个地方真正的主持是谁呢 当然是指你咯我对着你说嘛 你不需要看 是不是一个主持动词 所以你是主持需要是动词 那么这里又有个主持动词 你就别看 你别看 所以我们在英文里面有两个主持动词 你不需要看 你就别看 因此呢 你的心里面就有一个主持动词 你不需要 you don't need 第二个you可以被省略 you don't watch 所以你不需要看 你就不要看 这样子先出来 因为有两个句子 其中一个就变成子句来帮忙 if you don't need 如果你不需要 to watch it watch it 就是这个手机啊 just是个加强语气的副词 这里省略了这个you you don't watch it 你就不要看它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如果你不需要看 if you don't need to watch it 你就不要看它 just don't watch it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步骤 再来就加上这些补充的 对于这个手机而言 手机是个名词 所以我们变成一个副词片语 对于一只手机而言 for smartphone 对于一只手机而言呢 你不需要看就别看 那么伤眼睛又有主持动词的感觉 谁伤眼睛 它手机会伤你的眼睛 这再一个子句 因为它会伤你的眼睛 所以再带一个子句 because主持动词 it will hurt 你看it是主持 叫做手机 hurt是伤害 是动词 your eyes 因为眼睛有两个 所以我们加个s because it will hurt your eyes 说出来就比较像是受过教育的人 我们既然学英文 当然说像样一点的英语 而且呢 尤其在职场上 你更不能说那种阳精帮的英语 我们把这句话再念一遍 对于一只手机而言 for smartphone 假如你不需要看 if you don't need to watch it just don't watch it 就不要看它 because it will hurt your eyes 因为伤眼睛 中文跟英文不一样 中文怎么说都可以 我们并没有那么严格的架构 可是英语呢 就有主持动词这样的架构 如果先简单地学了这个架构 你再来说的英文 就会漂亮多了 最重要的是 当你在没有任何支援的情况之下 没有老师 没有字典 没有任何东西在你旁边的时候 你的心中就排列123加4 把中文放进去 你就可以说个八九 不离十 这样子你才能够快速地学会 说英文 for a smartphone if you don't need to watch it just don't watch it because it will hurt your eyes for a smartphone if you don't need to watch it just don't watch it because it will hurt your eyes for a smartphone if you don't need to watch it just don't watch it because it will hurt your eyes for a smartphone if you don't need to watch it just don't watch it because it will hurt your eyes 懂这个简单的123加4的文法 心中就有了一个引导 这样子快速准确地说出英文的句子 就可以用英文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